5、4、3、2、1 继虎卫5号之后 虎卫7号将在14号上午举行起来 是日期15号启程运到美国 推广6一下旬将搭载由外号 真实版钢铁人马斯克署旷利的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研发的电影重型火箭升空 火箭发射的部分是美方的负责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还是只能等候美方正式的通知 5月7号是台美在201年 所签订的大型国际合作案 总经费约32亿元 在分工上 台湾负责卫星系统设计 卫星超购系统和资料应用平台 卫星本体 则是委托英国公司制作 美国则是负责三项仇载和发射的作业 5月7号重达300公斤 升空后将以低情角 部署6枚任务卫星 飞行高度550公里 行角二次度绕行地球一圈 约97分钟 可提供在南北纬50度之间 每天约4000别的资料 资料量将是湖越商号的3到4倍 未来将接续 武尔摩山商号进行收集气象任务 那湖7的信号会比湖3 多大概3到4倍 所以我们预估的时候将来 它对整个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可以再提升 那气候准确度的提升 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说 你可能经过台中 或者可能就像新竹这个差异 湖越7号三项筹载则是包括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无线电讯号计收器 离子速度仪 还有无线电射频性标仪 利用TGRS 接收GNSS卫星 所发出的无线电波 透过分析这些 经过大气层的无线电波讯号 便可得到大气层中的温度 压力与水汽等讯息 不要特别的是 这次湖越7号计划 是由朱重慧担任第一位女性总组成人 她是1968年出生 台大大气科学系毕业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大气科学硕士 1994年进入太空中心 才在这接触和卫星相关工作 当年国客会为了发展卫星 选派30名总指的女员到美国受训 当时因为一名男性工程师放弃 由她替补 使她成为当年受训的唯一的女性 她过去曾参与湖越1号 湖越3号的任务 在湖越3号计划时就担任操作总指挥 负责规划和执行信息任务操作 后来更成为湖越7号计划的总组成人 这次也将随同湖越7号团队一起前往美国 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育育近10年的孩子 能顺利成功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